預防登革熱宣傳車不斷廣播著 居民也到街上整理 清除積水盆栽或垃圾 由於目前正值登革熱疫情高峰期 本土病例持續出現 截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指高雄市累積 本土病例共計三十八例 其中以鳳山區新增十八例為最多 二十四日高雄市長陳菊就率領事務团队 到鳳山區市島登革熱防治及環境整頓情形 城局呼籲居民配合檢查資深源緊急噴藥等防疫措施 共同打擊登革熱維護生命安全 而居住在鳳山區的族人不敢大意 主動檢視住家花瓶空地等可能積水的地方 並移除不必要的瓶罐輪胎等積水容器 環境整潔與健康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維護 透過市府團隊跨局處與市民通力合作 徹底整頓當地髒亂資深源才能有效 控制疫情蔓延 就等母定高城市鳳山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